大家好,我是Vicky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英文电影叫做About Time 中文片名叫做《时空恋旅人》 是一部2013年英国的爱情喜剧片加一点科幻的色彩 如果我没有看过十遍,估计也看过九遍了 男主人公Tim在21岁那年从父亲口中得知呢 在这个家族里的男人有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的能力 只要在阴暗窄小的空间里紧握拳头 头脑聚焦于想回去的那个时间点就可以 他的父亲建议不要把这个超能力浪费在追熟金钱或名利上 于是Tim就打算用这份超能力去获得爱情 至于过程呢,我就不想剧透 里面的演员我都特别喜欢 比如饰演男主人公Tim的Donald Gleeson 还有饰演女主人公的Rachel McAdams 以及饰演Tim父亲的Bill Nae知名度呢都特别高 之前大火的Margot Robbie也在电影里面 她饰演的是Tim的初恋 整部电影呢给我特别舒服的感觉 有笑有泪 在电影里面无论是爱情亲情友情 或者是说人生那一幕幕场景都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但正是因为这一些不完美令我觉得这部电影特别真实而美好 人生有得有失喜怒哀乐都是人生的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悲伤过我们怎能知道或者体验喜悦的感觉 人生我觉得就是因为一处处的不完美而变得真实又美好 电影里面的跌宕起伏不是突然或剧烈的 都是特别缓和并且张弛有度 如果你想寻求刺激感这部电影呢可能不太合适 如果个人觉得呢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一个慵懒的周末 亦或是你想找一部有温情的电影我就觉得特别合适 好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 下一期呢再给大家介绍好看的英文电影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